植物提取物必須兇土服用,保健食法每天2粒,進階食法每天8粒 我們肝補的主要功能是修復肝細胞,清肝排毒,保護肝臟健康,改善睡眠,強化肝膽和減淡食斑 產品查詢熱線55379521 《監房十六》第十二集,這集叫做《監房的生活》 在第一節跟大家說了大概你在監房裏面 真正正正坐牢的時候,每天大概流程是怎樣 千篇一律,吃,等,是不多了,沒有其他事情做 中間有一些細節的活動,我遲些再說 你在荔枝角去到一個新的監房,每一個人,每一個囚犯都會去到一個叫做新人組的地方 新人組就是裡面有一個職員的主管,通常都是叫做校長 新人組的職員,主管叫做校長 進去到一陣子,他就會大概會說給你聽,在這個監房裡面的排頭是什麼 什麼排頭呢,就是每個工房有些,每個工房有些少許不同 有些少許不同的,例如記起一張尖,例如記起幾張尖,夏天,熱前 總之有些特別的規矩 他會告訴你 如果有白手的話 他會播帶給你看 播帶 你就看 你在新人組 時間不會太長 可能是三日至五日左右 我們叫做落山 房間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字眼 當你從大鵬去一個特別的地方 叫做上山 例如你犯了事 要你去懲受懲罰 我們叫做水記 就是釘倉 我們叫做上山 當你受完這個刑期之後 回來就叫做落山 新人組也是 你去到新人組 可能是三日至五日之後 你就會落山 黑手監房好像也不會很快 也不會三幾天 可能是兩天左右 要你落山 因為你都黑手 你是坐過了 你就知道監房的環境 而在白手監房 通常是在荔枝角 譬如說 如果你真的有在荔枝角的朋友 或者人 同一時間 都是去一個 同一個監房的時候 你們是會坐在一起的 我估計 我估計 除非你不妥 因為也要有一個照應 也要面對一個新的環境 在新人組裡面 大家要注意幾件事 第一就是你去到的時候 你真的要了解一下 這個監房裡面 有什麼特別的規矩 認識每一個的高級監督 高級職員 通常有金邊的就是了 每天你都會看到他們 會巡視你 還有就是 你要在新人組裡面 你會見那個環境 就是那個監獄的福利官 保安組 醫生 醫院 醫院 一定會見的 一定會見這幾個 幾個的程序 當然子務房一定會 那你在子務房裡面 通常會做好所有手續 清點你的包頭裡面的東西 接著就會拿你去醫院 放在新人組之後 拿你去醫院 醫院會驗很多尿 如果你有長期病患要吃藥的話 你的醫療紀錄 他們是會看到的 那個環境的醫院是會看到的 當然可能會處理一些事情 會再跟你去做一些手續 如果他們是沒有這份紀錄的話 你要出聲 因為未必跟得那麼足 當然這個是 不會很多數 如果你是荔枝角有藥跟著你的話 你去到可能已經扣起了 都是一樣 之前我跟大家說過 如果你的長期病患 你帶著藥去荔枝角的時候 荔枝角可能給你吃回你的藥 當然一定有醫生的證明 但是如果去到其他監房 可能把這些藥收起來了 給你吃回房間裡的藥 接著就會見保安 大家要留意 當大家見保安的時候 如果大家有些特別的背景 例如你是黑社會 但保安一定會問你的 或者你是知名人士 例如你是紀律部隊 都一定會知道 保安大概會問你的情況 如果你是黑社會背景 如果你是黑社會背景 如果他問你 你不可能不回答 因為對你來說是有好處的 為什麼呢 如果你是有黑社會背景 他們可能之後會安排你去一些 相同黑社會背景的籌倉 在這裡跟大家說 監房其實已經沒有了黑社會管理 但是我在東頭的時候 都仍然有 而在監房的保安 他也會記錄下 每一個犯人的黑社會背景 以我沒有記錯的話 但是很多的監房 都已經是不用黑社會管理 哪怕你是和機電訊 或者是14號巴士 都會放在一起 都會放在一起 還有就是 如果大家是有特別的技能 特別的技能 其實你是可以跟保安說的 例如我是醫生 例如我是議員 但是如果你是議員 一定知道 一定知道你的監房 又或者你是 做裝修工人 水電工人 一些專業技能 你可以告訴保安 為什麼呢 因為分派你去 哪一個的奇數 哪一個工場去做事 是保安話事 是保安話事 有些特別的位置 如果你是有什麼技能 而進去又是做這些事情 你生活是好一點的 是好一點的 例如你是裝修師傅 你進去的時候 你可以跟他說 我是裝修師傅 Sir可不可以 讓我進入CMO 你要求不一定可以的 但是你不要求就一定不一定有 那你去到CMO 即是裝修期 即是維修監 很多維修 那些東西 通常都是找一些 做過裝修 做有些技能的囚犯去擔當 如果你是除房仔 如果你在外面做除房 那你可以跟他說 我是做除房的 通常都會給你去除房 除房是監房的另一個特別的地方 那這裡我不說了 除房如果你不想去的話 你可以不去的 可以不去的 因為除房又好又不好 這些我遲些再說 如果大家有特別的技能 又或者當懲教署知道你有特別技能的時候 有些位是可能會找你去處理的話 他都會問你 你是否認識這些 例如什麼 非法 理法 他有非法仔 類似這些什麼 但是你不要大喉攬到 說我想做一些 你知道我 我想做一些 子務房 我想做圖書館 對不起 或者想做醫院 醫院我們叫做廖B B仔 對不起 這些不是你作主的 因為這三個地方 圖書館 子務房 和醫院的囚犯 工作的囚犯 經過特別挑選 經過特別挑選 不是你想做就做 你在新人組的時候 然後儘量熟集一下 知道一下這個環境 當你離開了新人組之後 我們叫做大棒 去下山 你就不會再回新人組 永遠都不會再回新人組 除非你是被指派在子務房工作 或者是圖書館 或者是圖書館 那你就會是 或者是叫做 我們叫波仔 就是一些負責 一些管理 一些運動物品的囚犯 我們叫波仔 通常都會擺在新人組 通常都會擺在新人組 但是我看也沒有機會 因為這些位置很少 在新人組 你會是建福利官 建福利官 剛才我再順序說一次 你會見醫院 醫院 你關乎到自己的人身的藥物 接著要見保安 保安 如果你黑社會背景 或者你有特殊的技能 你跟保安說 有什麼要求 你都跟保安說 記住 保安的sir是很兇的 保安sir在監房裡面的權力是最大的 最大的就是那個部門 這個我遲些再說 保安的sir 你不要得罪 你不要得罪 得罪了保安sir 你沒有好日子過 OK 另外呢 最後就是見福利官 福利官 有兩個福利官可能會見你 其中一個福利官就是平常一個福利官 另外一個福利官就是 裡面有感化的部門 通常會問你 你會犯什麼事 你背景什麼 為什麼會犯這個法 通常會拿這些資料 但正正式的福利官 你要留意 因為你在監房裡面 所有的福利 都是由這個福利官去幫你的 我的意思是福利的意思就是 他們不是叫福利組的 因為我們經常叫福利組福利官 好像正正式的名字叫更新事務組 會幫你去打電話 如果你是需要處理一些監獄以外的東西 例如什麼呢 例如申請一些政府的 申請公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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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例如申請一些政府的東西 政府派錢 政府派錢 你有份 都是福利官幫你做的 還有就是 福利官的用處就是 可以幫你打電話 我講過 你和家人的通訊 寫下 你想說什麼 寫下電話 交章接給福利官 福利官就會跟你打電話 對方打到你接通為止 如果打不到 打得幾次打不到 他就會跟你說 打不到 所以福利官是他 福利官這個人 是會跟你和家人 跟你朋友 溝通的媒體 得罪福利官也是不好的 記住 還有一件事 就是大家去福利官 福利組的時候 福利官不是穿軍裝 福利官是穿便裝 很容易認的 你見到 纜維牌穿便裝 走來走去 那就是福利官 抓住他 如果你真的想有什麼 就抓住他 因為福利官一閃即逝 很多時候 福利官每一天 都會走一次橫頭 走一次派對 每一個地方都要到的 基本上每一個地方都要去暈 每一天 但去到即閃 去到 有人找我 我沒有 走 那就走了 喊著他 當然 如果你真的有事 你可以和 職員說 你可以和職員說 我想見福利官 那這些職員 就會帶你去的 福利官每一天 巡視 真的是例牌 但是你要見福利官 福利官一定會見你的 一定會見你的 還有就是 如果大家去搞一些 叫息錢計劃 我們叫做Pan Pan A Pan B 我後話才說 福利官是最主要和你處理的一個人員 和單位來的 記住 監房裏面 新人組裏面 大概就是這樣 你的主管叫校長 會大概講監房規例給你 然後會見很多部門 保安 醫生 醫院 和福利官 見完之後 大概是三幾天之後 你就會下山 之前他告訴你 你會派你去哪一個奇數 哪一個奇數 去到哪一個奇數 你就會跟回哪一個 我們叫老闆 就是那個奇數的主管 反堂主管 下一集 我再跟大家講一下 你真真正正面對大棒犯人 這班犯人 是以後跟你 在一段長時間一起生活的 大家要注意些什麼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天下 三十二